这个公众参与也产生了很多的变化之下 我更多提供一些资讯 虽然有些凌乱 可是各位可能可以看到你们隐约有些买入 但是重点是2000年政党历之后 原来的这些因为执政者的治国的思维 而产生的很多环境运动的柴火 到了民进党执政之后 有没有重新翻展跟改变的可能 那我觉得很可惜的 我观察的是其实并没有 那那个时候我们是希望说政党轮体以后 很多旧的政策有一些退场机制 就它整个思维可以改变 或者本来像苏花高这种 不断开高速公路的交通政策 盖焚炮炉的这种飞气物处理政策 核四巨星的能源政策 盖更多水库去满足工业需求的水资源政策 弄很多渔港工业区的消购快乐这种 封锁海洋的这些政策 还有像大型离岛工业区的这种 高污染高耗能的这种产业政策 几乎没有改变 我们本来都期待它改变 一开始也看到一些可能可能有别的方向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都没有改变 那当然有些原因 我看到的一些原因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你等一下再谈 我那时候觉得有些观察 第一个当然是 其实2000年通过的BOT 就是这个奖励民间参与公共投资的条例 这个东西就是说本来把一些公共建设呢 后来开始外包给民间去做 当然这个民间指的不是我们这种民间 对不对 不是NGO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大型的财团跟大型的资本 这个东西政府把它转嫁给民间 也顺便把责任转嫁出去了 同时以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政策是怎么样 不好意思已经BOT出去了 要改的话我们要赔偿 这个业者的损失所以 所以是要去做 出败还是这样 每一万不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好多都是这样 当年的苏花高本来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苏花高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BOT出去 所以才争了那么久 那到现在又被你们苏花改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东西 BOT其实是像鸦片一样 发现包出去包出去 都可以伸在政府政绩 所以我说实话 我05年进到黄宝署 我才发现 原来当时民党执政的时候 内部是有BOT的评评 就是各个部会都有quota 你要BOT多少案子进去 所以每个部位是想尽办法 把你们一些案子动成BOT 都会黄宝署 后来我们同事 黄宝署同事跟我们讲说 我们在检讨的时候就是说 很多东西真的不能BOT 譬如说你把垃圾厂BOT 垃圾厂要是盖不成的话 最后 就是政府盖不成 为什么明天可以盖得成 真的后来就是用钱 用黑道去处理 因为有兴趣我等一下试一下 跟各位讲几个案例 很恐怖的 就真的是用黑金处理 而且按照案子到现在不了了之 或者说有人就是说其实就是拖到现在出现 非常亮度的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个处餐条例升级的这个滥用 就各种奖励等于没有奖励 这个各位可以理解 因为政府为了要经济 因为民进党执政 曾经都喊拼经济变成神主牌了 对 拼经济之下 几乎没有什么思考的空间 就只要把账面上辨论就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觉得是911跟SARS 尤其是SARS 各位各位我去看一下 SARS之后 为了要振兴台湾的这个经济方案 因为那个时候也不知道SARS会延续多久 所以加拿把很多一些不应该开放的东西全部出来 还有很重要的 我写错了 你看不是911 前面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 911也有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发展西事件 也就是那个东西都让原先这个民进党这个新的执政党 他根本不知所措 只好回去找那个以前国民党的那个经营的老路 所以这些事件911SARS 八岗期之后 很多现在喜欢写部落格的那些官员 都重新都变成很多的政策上的推出 或者在当时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也就是说民进党一开始执政 想要用一些新的方向 可是后来快速都想说我还是用一些旧的人 这样我才能保住那个经济账面的程序 那很多像这个各地就开始要去抢那个招商 外资 那其实开始把各地方的这个条件下修 那科学区的民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民进党执政以后 因为他第四执政他以前的理想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落实以后马上就快速回去找那些以前的 在旧的这个政府里面的一些计划一些推动 所以我觉得虽然换了一个政府 可是他整个斯文其实我们后来快速看到其实完全没有改变 那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其实他因为是民进党 所以他对以前的这些环境运动或是社会运动的这些朋友 基本上算是比较优好就释出了很多民众参与的机制 但是这些机制也都有很多的瓶颈 譬如说NGO担任工部门的委员 非常多 民委员什么委员各式各样的委员都有 可是呢他只给你参与 你没有决策去 你这个就是咨询 你没办法去决策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算是真的有些NGO去参与了 他变得好像就是说是受到政府邀请的个人去参与 而不是说环境运动的代表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我今天受邀去担任一个什么什么委员会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 而是说我代表很多环保参与的意见去参与监督 那回来必须跟大家回报 可是这样的机制并没有被建立起来 所以看起来大家对我参与 其实并没有办法扮演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 另外公民投票 那公民投票本来一些好的用意没有达到 反而变成一个简化或激化 这种公共政策的同样东西 另外是听证制度取代公听制度 那些东西大家一直没有好好去实施 还有公民诉讼 这在法律里面有 环境法里面有很多公民诉讼 可是几乎没办法诱使 为什么 因为公民诉讼的条件 不严格 但是给这个政府部门的条件太宽松 就是你只要有些回应 就代表你有回应 公民诉讼的 就是说 有些政府该作为 但他没有作为 你可以去提示公民诉讼 就政府只要稍微有些作为 譬如回个心跟你讲 你的真意合法不会好好去思考 在什么都会懂 就算他有回应 所以这个公民诉讼 到后来其实 效果变得非常有限 但后来这几年 陆陆续续有一些新的进展 可是基本上这个并没有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制度 另外史义是民主 这个东西越来越多 对不对 可是公民诉讼论完之后 没有办法产生对决策的效率 就政府觉得可以的 他就接受 政府不接受的 他也是不接受 所以这个参与很多 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公共政策的新的参与的方式 另外就是说 也给你很多在地的监督务员会 还有环境监督务员会 很多你反对的人什么都会进去 监督务员会成立以后 很多问题 像你监督了以后 也不见得能形成具体的影响 另外谁代表的地方 他后来就是塞了很多什么乡长 这个义长 什么长 像这种东西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这个参与的监督的这个力量 代表你到底是谁 这地方其实必须切身为民 所以我觉得是说 民党执政以后 很多环境运动的空间 看似都有些新的契机 那在这边打下去呢 你都有提前参与 但是其实大环境一下 你几乎没办法去影响 所以这也形成整个社会运动 已经在环境运动开始去思考 就是这个蓝跟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当然慢慢就造成 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 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这个环境运动 看起来又复苏 那这个 那国民党执政 环境运动的付出 好像就比较安心 因为罢了是国民党的 可是就是对民进党 也比以前更小心 而不会就说 哎民党来帮忙我们 所以我觉得说 2000年之后 其实这些变化还蛮直接 而且这个时间 远离现在比较近 可能各位参与的机会比较大 我就不不细说 那这里面呢 其实